台湾跟帛琉旅游泡泡 在今天正式的成行了 首发团跟帛琉总统会数人 一起搭乘出发首航的班机 起飞的时间是在下了2点30分 晚上的7点20分会到帛琉 根据了指挥中心的规划 这个参与旅游泡泡行程的民众 需要提前5个小时 到桃园机场去裁检 也就是在刚刚的8点半 已经是到了桃园的二航下集合 然后现在9点钟 是进行了裁检点的 出镜核酸的检测 在12点半之前 必须要取得检验的报告 然后再下了2点半会航班起飞 飞到了帛琉之后 那么如果是阴境的话 就可以登机抵达帛琉之后 就不需要再裁检 全程是采团进团出 而且行程是以8日为限 而且必须要下载 填报接触者追踪APP 全程他们是团进团出的 所以他们的动线也都是分流 不会跟当地 非特定的民众来做接触 这个旅客从帛琉返台之前 是没有需要再进行PCR的检测 返台之后就可以免除居家检疫 而且在返台之后的5天 实施加强自主健康管理 第5天自主裁检阴性之后 就改为是一般的 自主健康管理之后 那么就可以了 好 来看到今天正式启动了 那么帛琉总统会数人 他也将会搭乘同一班的 班机返回帛琉 首批的旅客也会在淘鸡做完裁剪 目前在淘鸡的最新情况 我们要请在现场的记者曹江仁告诉我们 江仁 好 主播各位观众 今天是台博旅游泡泡 首发日的第一天 可以看到桃园机场的后方 三楼出进大厅 已经有大批的旅客把行李都已经放置好了 因为稍后他们放置完行李之后 就必须进行裁剪 而这个区域也是桃园机场特别画式的 就是希望可以跟其他旅客做一个分流的动作 而今天稍早已经有大批的旅客 已经来到现场了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桃园机场 刚刚这批旅客已经到这个地方 去做check in的动作 而这些旅行团 稍后也将在五楼的这个免税店 来进行消费 我们后方就是这个裁剪的这个大厅 可以看到这边有这个免税商店 其实免税商店也是非常的期待 因为这个已经很久没有 这么多的旅客来到现场了 稍早我们也听到这个免税商店说 预计可以增加这个七八成的业绩 而不只免税商店 其实在这个等待期间 我们可以到五楼免税商店去做采买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后方这个区域 后方这个人群多的地方 其实不只是这个入境的区域 这边也是这个国陆旅游泡泡 去做采检的地方 因为布桃的人员 稍后就来到现场 帮这个旅裁剪的动作 可以看到玻璃门后方 就是完全的采检的样子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已经有旅客 已经来到现场了 而布桃人员也进行采检了 而民众稍后只要采检 阴性才可以出门 这个现场的民众 布桃人员也是非常的谨慎小心 因为一旦有阳性 这个旅客就不能出境 而且连同一家人 都是必须留在现场的不能出境 那稍后卫福部长陈时中 也将来到现场进行视察 如果之后有这个 阳性报告的检验出炉的话 将会立刻召开 媒体联访的动作 以上收银长 我的最心情嫌疑 将现镜头交换棚内主播